各位同學們好 歡迎來到國立台灣大學塗抹工程學系的結構耐震設計導論課程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離散多自由度無阻擬結構 那這個課程呢主要是做第14章的一個前導的一個介紹 好首先呢先為大家介紹何謂多自由度 那所謂的多自由度呢即有別於單自由度 也就是兩個自由度以上的系統呢我們即稱之為多自由度 那一般呢我們所生活中所常見到的結構都是屬於多自由度的系統 因為我們會有轉角自由度或是譬如說側向變位的自由度 那再來呢為何這邊強調說是離散的多自由度呢 主要是因為絕大多數的我們的結構動力系統呢 它都是質量是處於一個連體分佈的 那例如呢 以這根懸臂量為例 假設我們取一個微小的dx元素出來 並且還有一個dm的質量 那這樣呢我們就可以獲得一個這樣的自由體圖 所以在這個自由體圖之下呢我們就可以寫出它的運動方程式 也因此呢對於這根懸臂量而言呢 實際上我們會有無限多個自由度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把這個懸臂量就是 以無限多自由度的方式來做分析的話 對於精準性並不會有多大的幫助 那接下來呢我們會為大家介紹 核位堆積質量系統 然後呢我們本次的課程呢主要是介紹一個無阻尼的結構 然後也會為大家介紹核位模態 還有靜態濃縮的方法 好首先先講到離散化 那乘如我剛才所述的 就是我們的結構質量呢一般都是乘連體分布的 所以理論上呢其實我們是需要無限多個自由度 但是呢一來這會造成計算複雜 二來這對於我們的精準度並沒有太大的貢獻 所以實際上呢我們會幫我們的自由度做一個簡化 那這個簡化的方法呢就是我們所謂的堆積質量法 也就是呢我們將連體系統簡化為數個鋼體系統的組合 所以呢只有在鋼體處會具有質量 也因此我們就可以縮減我們的自由度 那這個方法呢就稱作堆積質量系統 那這裡呢可以看到我們的結構物 那首先呢在這個結構物當中呢 我們把所有的質量都集中到我們的樓板中央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所有的這個結構整體的質量呢 僅會貢獻於我們的側向自由度之上 那我們在轉角自由度上面即做一個忽略 那我們在ETAPS的動力分析中呢 實際上我們的結構矩陣也是一個堆積質量系統 那結構物的質量呢會傳遞到各個節點處 然後每個節點的質量呢其實彼此是不偶合的 另外我們在大部分的分析情況下 實際上旋轉的自由度的質量均可以視為0 好再來我們看到這個多自由度的簡力物價 首先呢我們先看到說我們的自由度有三個自由度 也就是U1 U2 U3均為側向自由度 那我們將我們的質量呢Lump在我們的樓板中間 分別為M1 M2還有M3 那K1 K2 K3呢 則是各層的側向進度 那P1 P2 P3呢則是我們的側向力 好那首先先看到我們的頂層結構 那首先呢在看到我們的頂層結構時呢 由於U3跟我們第二層U2之間的相對位移 所以就會產生出一個K3乘以U3-U2的回復力 那由我們的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呢 SigmaF等於MA 我們就可以得到 M3再乘以U3...就等於P3T 再減掉U3跟U2之間所產生之間的相對回復力 也因此就可以寫出我們的頂層運動方程式 那再來呢看到我們的第二層的自由體圖 首先呢看到第二層自由體圖的上部分 也就是有一個K3乘以U2-U3 那一樣也是來自於頂層跟第二層之間所產生出來的相對回復力 那可以注意到說 這個跟上面之間K3乘以U3-U2呢 這兩個例是以此大小相等但是方向相反的 那再來呢看到第二層的下面 這個回復力呢是來自於U2跟U1之間 相對位移所產生出來的回復力 所以因此有一個K2乘以U2-U1 那同樣呢按照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我們可以再度得到 M2乘以U2...會等於P2T乘以K2乘以U2-U1 減K3乘以U2-U3 也因此可以得到我們第二層的運動方程式 那再來呢最下層也是以此類推 看到我們U1層的自由體圖 首先呢U1層自由體圖上部分呢 一樣也是來自於 U2跟U1之間的相對位移所產生出來的回復力 所以是K2乘以U1-U2 那跟第二層的下部分的回復力呢是彼此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那看到U1層下部分呢 則是來自於 而U1自由度跟地表之間的相對位移所產生出來的回復力 所以呢是K1乘以U1 因為我們視我們的地表位移為0 也因此呢同樣按照我們的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可以再度得到 我們第一層的運動方程式 好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前一頁所得到的運動方程式呢並列在一起 並且把它寫成一個矩陣的形式 那在這裡呢我們就可以得到第一個部分是我們的Line Line mass matrix也就是我們的堆積質量矩陣 那第二個部分呢則是我們的 Stiffness matrix也就是進度矩陣 那第三個呢則是我們的Force matrix也就是我們的外力矩陣 那這裡呢則是我們的加速度矩陣還有我們的位移矩陣 也因此呢可以寫成一個線性的MK系統 好接下來呢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我們的模態分析 那由於我們模態分析時呢我們假設我們是一個多自由度的自由振動系統 所以呢是沒有外力向的 也就是前數的P是等於0 那我們把前數的MK線性系統呢就是把它放進來 那這裡可以看到說我們的P向是為0的 是一個0矩陣 當我們需要分析自然頻率的時候呢 實際上就是對這個MK線性系統來求它的特徵值 那如果今天我們有N個自由度呢也就是說我們會有N個特徵值 並且會有也就是指我們會有N個自然頻率 那每一個自然頻率呢所對應的變位形態我們就稱之為模態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為大家介紹何謂模態 好今天我們有個結構系統是N個自由度 那一樣是一個MK的線性系統 那今天呢我們先假設我們的結構位移 U等於Dsinωt加θ 那首先呢在這裡要先注意說 我們的UT呢是一個 矩陣 D也是一個矩陣 那這裡的D呢是一個係數化的矩陣 那在這裡呢也特別提醒各位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UT會假設成Dsinωt加θ呢 那實際上先回想一下當我們在單自由度的時候 當是一個MK的線性系統的時候 我們會假設我們的U 是等於Asinωt加Bcosωt 那實際上呢這兩個之間 是等效的 因為我們當我們把AB提出來的話 在做一個疊合的概念的時候 實際上也可以得到D 乘以sinωt加θ 只是說 我們今天以 此種形式來做一個 假設呢 是因為有助於我們 後面的計算 那在這裡呢我們可以得到我們的結構加速度呢是U.t 也就是在位移的微分兩次以後就可以得到-ω平方 乘Dsinωt加θ 也因此呢我們已經有U.t跟U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帶回我們原本的運動方程式 也因此就會得到-ω平方 加M矩陣加K矩陣 然後再乘以Dsinωt加θ 會等於一個0矩陣 那由於呢在此情況下呢 我們需要得到的D 如果是 全部為0的話那就是一個Trivial Solution 所以為了要避免我們得到一個Trivial Solution呢 所以我們就假設我們的行列式值為0 也就是Determine的-ω平方 乘以M矩陣加K矩陣要等於0 那在此結果之下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 我們的頻率向量ω 就是ω1ω2 一直到ωN 那並且呢我們的ω是由小 依序排到大 那一般呢我們會稱最小的這個ω為我們的基本頻率 那當我們的ω等於ωi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ω的i帶入 機會得到K矩陣 減掉ω的平方乘上M矩陣 再乘上Di 機會得到我們的0矩陣 那因為在沒有邊界條件還有初始條件的情況下 再加上我們的行列式值又為0 所以實際上呢我們的Di不是一個唯一解 也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把Di 除掉某一個分量使之無音次化 然後Di就會變成一個φi矩陣 那在這裡呢 Phii我們即稱之為Di模態 那雖然呢它並不是一個唯一解 但是我們可以得到各自由度之間的相對應的比值 那一般呢我們稱對應ω1的模態 Phi1呢為第一模態或是基本模態 Phii 然後所有的模態呢可以合成一個模態矩陣 也就是一個大φi 那它就是由Phi1 Phi2然後一路 到PhiN 所做的一個組合 所以實際上呢它會是一個N乘N的矩陣 那最後呢我們的位移u呢 即是由各個模態乘上正幅後 疊加而成 這就稱之為模態疊加法 也因此呢我們u可以以此種形式來做一個表示 那當中呢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的模態疊加法呢 實際上就是位移反應 是由N個模態的貢獻疊加而成 那其中呢 uiHat呢就是我們Di模態的正幅 那ωi呢則是我們對應模態的震動頻率 那θi呢則是Di模態的上位角 好那這邊是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兩層樓的簡力物價結構 那第一層的測降進度呢是100km over m 那第二層的測降進度呢是50km over m 那第一層的質量呢是100噸 第二層的質量則是50噸 也因此呢寫成我們的質量矩陣跟進度矩陣呢 可以表示成 四種模式 好那首先呢我們先令我們的lambda等於ω平方 那再代入呢我們的 行列式值要等於0的條件之下 也就是determine等於k矩陣 減掉ω平方乘上m矩陣 那在這裡呢因為已經令lambda為lambda平方 所以就變成determine乘以k矩陣 減掉lambda乘上m矩陣 那會等於0 也因此呢在解開這個行列式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的lambda是等於0.5 還有2 也因此可以得到我們的lambda1呢 就等於0.7071radian per second 那ω2呢就等於1.4142radian per second 那當我們將omiga1代入 前述的情況下呢 則會得到說 我們的phi1呢就會有一個1跟2之間的比值 也就是說當我今天u1為1的時候呢 那我的u2就會是2 如果今天我的u1呢假設是2好了 那我的u2就會是4 所以也就是代表說 在此種模態之下呢 1跟2很會有一個1比2的比值 那今天呢如果我是在第二模態之下 也就是我的omega2呢等於1.4142的radian per second呢 那我的第二模態就會是1跟-1之間的一個比值 也就是說呢如果我今天u1是1的話 那我的u2就會是-1 也就是說u1跟u2呢 之間很有一個1比-1之間的比值關係 好接下來為大家介紹靜態濃縮的概念 那靜態濃縮的概念呢主要是為了降低我們節點的自由度 以方便計算 例如一般我們的結構物呢實際上以一個節點來說 一個3D的結構物 它的一個節點呢可能就具有6個自由度 也就是我們3個的 變位自由度還有3個的轉角自由度 但是實際上呢這會造成我們的進度矩陣 還有質量矩陣會非常的龐大 也因此造成我們的計算非常的繁瑣 所以呢為了符合經濟原則然後又不失準確性呢 所以我們常會提出一些就是簡化的方法 而靜態濃縮就是一個常見的概念 那在使用靜態濃縮法之前呢應該要先確定哪些自由度是希望除去的 那在這裡呢我們主要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呢主要是我們的主要自由度也就是一個primary的自由度 我們一般稱之為up 那還有一個次要的自由度則是我們的secondary 那我們一般稱之為us 那在一般的結構物當中呢我們常把轉角自由度視為次要自由度 那為什麼呢主要是因為一般轉角自由度在我們整體結構物的能量的貢獻是十分的少的 因為 一般我們轉角相對於我們的 變位來說是非常的小 所以它所提供出來的應變能也是十分的小 也因此我們會把它做一個忽略的動作 那所謂的靜態濃縮呢 則是把這兩個自由度之間呢 從他們的一個靜態關係 來找出一個簡化的方式 而由於我們今天呢是希望由靜力問題來找出這兩個自由度之間的簡化關係 也因此呢 我們的mk系統就會變成只剩下k系統存在而已 也就是我們的慣性立項會因為現在是一個靜力問題 因此獲得了消去 那在這裡呢我們一般會先把我們的 k矩陣呢 就是分為primary的部分還有secondary的部分 還有up跟us 還有pp跟ps 也就是說按照我們的主要自由度跟次要自由度來做一個 k矩陣還有位移矩陣還有力矩陣的劃分 那對於p跟s要放在上或是下則是按照個人的習慣 那由於我們現在的目標呢是必須把我們的次要自由度來做一個 消去或是簡化的動作 也因此呢就要把我們的us來做一個代換 而藉由下式呢 也就是ksp乘up乘kss乘us等ps呢 我們就可以找出us跟up之間的關係 藉由一項呢就可以獲得 us等於負kss inverse 再乘以ksp 再乘以up 再加上kss inverse 再乘以ps 那我們在這邊呢就令我們的負kss inverse 再乘以ksp 就等於t 那這裡也注意一下 就是在這裡呢我們考慮我們次要自由度的外力 ps呢是不為0的 但是實際上呢在一般的結構物它的轉角自由度 不太可能會有外彎矩直接施壓其上 所以呢假設我們今天我們要分析的結構呢 它的轉角自由度是次要自由度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ps直接令為0 也就會方便我們之後的推導跟計算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把上面這個部分再代入 也就是kpp乘以up再加上kps乘以us 會等於pp 那因為我們已經得到us跟up之間的關係 所以就可以把這式 代回到us 所以因此我們可以得到 kpp乘以up加上kps乘以括號 -kss inverse 再乘以ksp乘以up 再加上kss inverse 再乘以ps括號 會等於我們的pp 那藉由一項呢最後我們就可以得到此關係式 也就是-kps乘以kss inverse再乘以ksp 再加上kpp乘以up 就會等於pp-kps乘以kss inverse再乘以ps 那這裡呢我們也令這個部分 也就是-kps乘以kss inverse再乘以ksp 加上kpp呢是我們的condemned stiffness matrix 也就是我們的縮減進度矩陣 那pp-kps乘以kss inverse再乘以ps呢 則是令為一個pphead 就是我們一個等效的縮減外力矩陣 那因為我們前面呢已經令我們的t呢 等於-kss inverse再乘以ksp 所以因此呢我們的縮減進度矩陣呢 也可以表示成kpp再加上kps再乘以t 那除了上述呢就是藉由推導的模式來得到的這個公式的 縮減進度矩陣的這個計算方法呢 我們也可以藉由高斯消去法來獲得我們的縮減進度矩陣 那一樣呢我們就先把我們的k系統先寫出來 也就是這是一個k矩陣 然後這是位移矩陣 就是我們的外力矩陣 那在藉由我們的高斯消去法以後呢 經由最後的計算我們會把kss的部分變成一個 單位矩陣i 然後在kps的部分最後變成一個零矩陣 那ksp呢最後則會變成一個負的t矩陣 那最後的左上呢則是我們的目標 也就是我們的縮減進度矩陣kpp 那最後右邊呢我們的外力矩陣呢則會變成 pp head還有ps head 那pp head呢就是我剛才前面所述的 也就是等效的縮減外力矩陣 而這裡呢我們再另一個小t矩陣呢 等於i跟t之間的組合 那這裡要特別注意的是說 這裡的i矩陣呢 的大小不見得是跟這裡的i矩陣的大小是一致的 這裡的在 計算的操作上要特別的注意 那在這裡呢我們將上面這個部分重新改寫成 大k矩陣再乘以位移矩陣會等於我們的外力矩陣 那在這裡特別注意的地方是說 我們的us呢在前面的地方有推導說 是等於t大t矩陣再乘以up再加上ks inverse再乘以ps 而由於我們的ps是否等於0呢 並不會影響我們後面縮減進度矩陣的計算 也因此呢在這裡我們先把ps視為0 也就可以得到說我們的us就等於大t再乘以up 而今天呢因為我們的小t矩陣呢是由單位矩陣 然後再加上大t矩陣所做成的一個組合 也因此呢 我們的位移矩陣就可以改寫成小t矩陣再乘以up 也因此k再乘以位移就會變成k再乘以小t再乘以up 就會等於我們的外力矩陣 那在左右同乘t transpose以後呢 就會得到小t transposek再乘以小t乘以up呢 就會得到小t transpose再乘以外力矩陣 而這裡呢小t transpose再乘以大k再乘以小t呢 最後就會等於我們的kpp head 也就是我們的縮減進度矩陣 而小t transpose再乘以pp再乘以ps呢 就會得到有效的縮減 外力矩陣 也就是pp head 那我們這樣同樣的概念呢推廣至我們的質量矩陣 所以就可以得到說我們的縮減質量矩陣呢 mpp head就等於t transpose的mt 不過這裡呢也要特別注意 若是今天我們在我們的質量矩陣呢 在次要的自由度上面具有質量 也就是說我們要消去的secondary的這個自由度上面 是具有質量的話呢 只有我們的縮減質量矩陣實際上就會產生出誤差 所以就會對我們往後的計算呢產生出這個不精確 也因此呢 一般我們在做靜態濃縮的時候 多數是在 次要自由度上不具有質量的情況下 會有比較好的一個結果 那這裡呢是在證明說為什麼我們的kpp head呢 會等於我們的t transpose kt 那首先呢我們小t是等於我們的i跟我們的大t 轉移矩陣的一個組合 所以呢在我們的小t transpose大kt呢 最後得到的結果呢就會是kpp 再加上大t的transpose乘以ksp 再加上kps乘以大t 再加上大t的transpose ks大t 那經由這兩項之間的組合呢可以得到kpp 再加上大t的transpose乘以括號的ksp 再加上kss乘以t 再加上kps乘以大t 那由於前面呢有說到說大t呢是等於負的 kss inverse乘以ksp 也因此這項呢最後會變成負的ksp 那負的ksp呢再加上ksp呢也就是這項會變成0 也就是說最後的結果呢會是kpp 再加上kps乘以大t 那也就與我們前面一頁所推導出來的結果是一致的 也就因此證明說 kpp head也就是我們的縮減進度矩陣呢 也就等於小t的transpose乘以大k乘以小t 好接下來再看到這個例子 我們先看到這個結構物 首先呢我們先將所有的質量呢全部都集中在這個螺板當中 也因此呢 實際上這個質量只會貢獻在我們的u1自由度上面 也就是只有在側向自由度 而u2跟u3呢 則是不具有質量 也因此看到我們的質量矩陣當中 是只有在 u1的部分是具有質量的 那這裡呢則是我們的大k進度矩陣 那外力向呢則是p1還有m2跟m3 p1則是作用在u1自由度上的外力 m2跟m3呢則是作用在u2跟u3上的外力 而今天我們假設ib等於ic 也就是量的面積貫性矩 還有柱的面積貫性矩都同樣是i 然後我們的高度h呢也等於我們的 垮距l 然後用靜態濃縮呢消除我們23自由度 也就是消去我們的轉角自由度 然後來求我們最後的縮減進度矩陣 那首先呢這是我們的大k矩陣 所以按照呢我們的分類 因為u1呢是我們的primary u2 u3呢是我們的secondary 所以呢也就可以把我們的進度矩陣呢 切割成此模式 這邊就是primary的部分 這邊就是secondary的部分 所以這邊呢就是kpp 這邊就是ks 這邊呢就是kps 這邊就是ks 那大t矩陣呢就等於 負kss inverse 再乘以ksp 所以就等於5L分之3 再乘以11 那kpphan呢就等於 kpp再加上kps 再乘以大t 所以最後我們得到的結果呢 就會是5L三次方分之84ei 那各位同學回家也可以試試看 用高斯消去法的方式來得到我們的 縮減進度矩陣 好那今天的課程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